狮子举着陷入水桶的脑袋向人类求救 把势力架给狐狸补充养分 狐狸瞬间叼走了 狗狗被丢弃在雪地里凄惨叫唤 幸好遇到好心人上前救助 这是一只掉入河道的小猫咪 好心人把一条绳子伸下去 猫咪紧紧抓住绳子 最终把他拉了上来 在河水中有一只落水已久的猴子 救援人员把船开到他身边 猴子一下子就爬上船了 救援人员赶紧把船开往岸边 让猴子回到丛林中 有两只鹿被困在冰面上 冰花掉让他们站不起身 于是好心人把绳子绑在他们身上 让他们离开冰面 一位小哥在沙滩上游泳时 发现搁浅的虎精在用力摆动身体 似乎在向自己求救 虎精身体比较干燥 已经脱水一段时间了 于是小哥赶紧把虎精抱回大海 虎精终于得到了救助 几位探险家开车到野外时 突然一头大象拦在前方 大象看起来很着急 在不停踏步似乎要传达什么信息 探险家突然发现 不远处的泥坑里有一只小象 原来啊 大象在向他们求救 于是他们用绳子绑住小象 并通过汽车把小象拉出泥坑 得到自由的小象 开心地朝大象奔去 这是一只误入河里的袋鼠 它在水里待了几个小时都不敢上岸 最后热心的路人强行把它带上岸 没想到袋鼠感动坏了 一直抓着救命的人不愿意离开 金鱼搁浅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由于它们体型太大 一旦搁浅就难以回到大海 这头金鱼很幸运 在当地鱼镇和渔民长达二十多个小时的 接力救援下 终于成功回到大海 金鱼在黑夜中喷水并摆动尾巴 似乎在表达感谢之情 冰天雪地下 屋子外来了一群不速之客 不仔细看 还以为是几座冰雕呢 原来是野驴 在寒冷的冬天找不到食物 只能来到人类的住处求救 讨亲的居民给它们准备食物 并把野驴带回屋子里 直到第二天 艳阳高照才把它们送走 一头野牛神仙泥潭 就连转身都变得困难 人们猜测 它是饮水时误入泥潭 但是泥潭神不可测 只能出动挖掘机了 很快野牛得救了 由于遭受龙卷风袭击 国外一座房子倒摊 废墟里传来小哥的屋烟声 救援人员经过救援 终于在废墟里挖出狗狗 狗狗躲在主人怀里不停颤抖 香尾蛇是非常可怕的生物 毒性和眼镜蛇不相上下 然而在炎热的夏天 一条香尾蛇泡到人类住处 于是小哥往它身上倒水 帮助它降温 小哥表示 这条蛇光顾不止一次两次 并且不会攻击人类 这里是大可看奇闻 喜欢这类视频的大佬 劳烦点赞关注哦 谢谢